阿根廷时隔八年再入世界杯决赛 未免冠军法国队近代梅西的挑战 对比得上的阵容没有太多变化 阿根廷主帅斯卡多尼仍在考虑三种战术 希望遏制法国王牌姆巴佩和中锋支点吉鲁的发挥 如果阿根廷决定以我为主 那么安排天使迪玛利亚首发 斯卡洛尼将可以派出最强阵容 迪玛利亚因为古四投机不适 已经三场比赛担任替补 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甚至直接没有出场 现在他已经拥有充沛的体能 可以回归进入阿根廷传统的4-3-3阵容中 这种情况下 阿根廷的首发阵容将是 马丁内斯 罗梅罗 奥塔门迪 塔利亚菲科或阿库尼亚 德保罗 恩佐 费尔南德斯 麦卡利斯特 梅西 阿尔瓦雷斯 迪玛利亚 阿尔瓦斯特 中文经理 赤身 9号 9号 7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考虑到法国队的进攻多点开花 有速度 有力量 有身高 又有技术 斯卡洛尼很可能采用三中位战术 阿根廷曾在四分之一决赛对荷兰时采用3-5-2阵型 曼联6700万欧元签下的铁位利桑德罗·马蒂内斯将进入首发阵容 与奥塔门迪和罗美罗一起巩固防线 在阿根廷的三名中位里 利马的侵略性和灵活性最适合应付姆巴佩 但他的身高只有1米75 对付吉卢恐怕有难度 因此三中位是最妥善的安排 可以应付高卢雄击的不同攻击手特点 但这样的话 前锋只能有两人 迪玛利亚将会屈居替补 如果T352阵型 阿根廷的首发将是 马蒂内斯 罗美罗 利马 奥塔门迪 莫利纳 德宝罗 恩佐 麦卡利斯特 塔利亚菲科或阿库尼亚 梅西 阿尔瓦雷斯 斯卡洛尼的最后一种选择 是中场派上帕雷德斯踢中场5号位 重现半决赛对克罗地亚时的4-4-2阵型 巩固中路 提高控制力 但无论是4-4-2亿或4-3-3 曼联中尉 马蒂内斯都不会有位置 决赛中 阿根廷的两名边位 阿库尼亚和蒙提尔将会复出 他们因为积累黄牌 无缘半决赛 但复出之后 两人的命运可能迥异 阿库尼亚有可能重新替代塔利亚菲科 但另外一边的莫利纳已经排在了蒙提尔之前 阿根廷如果踢4-4-2阵型 首发名单将会是 马蒂内斯 莫里纳 罗梅罗 奥塔门迪 塔利亚菲科 德保罗 恩佐 费尔南德斯 帕雷德斯 麦利卡斯特 梅西 阿尔瓦雷斯 法国队一直是夺冠热门 不过现在的情况十分微妙 原先处在弱势的阿根廷 已经不输法国 甚至悄然占据上风了 第一点 随着六场比赛打下来 大多数人发现 他们输给沙特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对墨西哥扛住重压取胜 对荷兰经历大起大落 仍能挺住过关 对科罗地亚赢得干脆利落 阿根廷队明显有了冠军项 逆势取胜是最难的 阿根廷队越调整越好 现在在状态心态都达到了顶点 这对法国人很不利 第二点 阿根廷有梅西 这里并不完全指赛场实力 35岁不是23岁 要论此时此刻的赛场实力 姆巴佩未必在梅西之下 甚至有他自己的优势 然而梅西在场上 拥护他的也不止实名队友和本国球迷 希望他本届杯赛夺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梅西也有不少黑粉 但这影响并不大 球王马拉多纳已经走了 贝利身患重病 且南美球队从2002年世界杯之后再位夺冠 从足球运动 足球政治 足球经济的角度来讲 几天后令梅西如愿的推手比较多 第四点 阿根廷队的精神属性 目前阿根廷和法国队绝对实力差距不明显的情况下 更团结的队伍可能会赢下比赛 阿根廷足球历来都有铁血属性 本届杯赛以及去年的每周杯都加重了这种属性 开赛以来阿根廷队各种情况遇到的比较多 挺了过来自然是非常好的 对决赛心里大为有利 第五点 因为赛程原因 阿根廷打完半决赛之后 比法国队多休息一天 从体力 伤病 状态 心理的恢复角度而言 多多少少有一些优势 尤其是梅西的年龄已经35岁 这多的一天还是重要的 最后回归到足球本身 赛场实力本身 阿根廷现在非但不弱 而且已经十分具有战斗力了 决赛中的阿根廷 这次夺冠 备受期待